一腳踏車完全不知道 也許再過20年 他們經過的土地會全部被水淹沒 但在過去30年 他們必須把家庭的家庭 保存乾淨 然後再幾乎更多 直到前面和後面的飛機照 證明了他們已經知道 98%的Ile de Jean Charles 都失敗了 因為極地熔冰 海平面上升 加上越來越大的颶風出現 路易斯安那州平均每小時 就有一塊足球場大小的土地被淹沒 速度快地超乎大家想像 可能五年前的最悲劇的情況 現在我們可以稱為 很可能的情況 基本上就是 在這裡的氣候變遷消失 家園因為氣候變遷消失 為了重新安置這些居民 美國聯邦政府撥款近台幣15億 協助他們搬到北邊64公里 生活機能還樣樣俱全的城市 但事情沒官方想得那麼容易 其他人可能會不會移動 真的嗎 所以 對 半部分的40家庭 說他們不會離開 一根據 美國國內 50億和200億人 會被氣候變遷移動 於2050年 政府難以說服小鎮居民搬家 更不用說想遷移 像是紐澳樑這樣的大城市 耗費的時間和金錢難以估計 你認為她能夠在紐澳大約30年 在紐澳樑上 我不知道 那是 我不會投資我的錢 我們說這樣 每個人都知道現在減碳 控制溫室氣體 還有機會拯救大自然 但是地球快沒時間等待人類 團結合作對抗氣候變遷的那一刻 大愛新聞 鄭雲軒編譯 就像凝聚共生